一新联系来关心持续关心 富凯大饭店拆除最新的进度 外传富凯饭店负责人老婆病危 现福一直联系不上 目前持续透过屋主部分来做一个联系 目前拆除工厂最快晚上能够开始进行 不过考量到司机轮班 还有周焦民众的生活 所以原则上以不超过半夜12点为主 行政院工厂会现在也强调说 灾损以及周焦店家营业损失的部分 中央会全力来协助 目前现场最新状况又是如何 我们时间先连线蔡炳红 视频主播除了在您关心 花莲县富凯大饭店的拆除最新进度 透过画面你可以看到 现场仍然是持续进行堆土的这个工作 不过堆土的进度 其实也已经差不多快要完成了 等到填到大概八米高之后 就会让一千型怪手来进驻来进行拆除 而现在的富凯饭店的负责人 到底联络到了没有 目前的话是已经暂时联络上了 屋主的部分 因为屋主目前人在外县市 但是有传出说 富凯饭店的负责人的老婆 是病危的状态 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联络到负责人 而县府这边也会通过屋主来继续 向负责人来进行联络 不过现场拆除的最新进度 和后续拆除时间为何 我们来听一下县府的建设处怎么说 原则上今天也要先开始做填土 那填土大概要持续到明天 那因为那边的高度也必须要填到 大概五六公尺的高度 六公尺的高度 那后续的这个长沛大纲牙 才可以站到这个添土区上面 所以大概这两天的作业都还是在进行 这个做支撑的部分 屋主的部分我们是有联络上 只是说因为他人当时就是不在 在本地 他要从这个其他地方赶回来 后续我们还要再跟他联络上 等到跟他碰面之后 再来跟他做祭福的确认 去看他的这个建筑的形态 应该大概也是软弱的地层 就是我们所谓的软角楼 可能也是这种状况 再加上这栋建物它的年限 是民国69年 拿到使用执照的 所以距今大概也超过40年 所以可能也是老旧 再加上软弱地层的关系 所以大概初步判断 建物也是这种状况 中央提供的就是我们给县政府 全力的支持 相关的拆除费用经费 在他们的灾害准备金 用尽之后 全部由中央来扶车 我们可以听到建设处强调了 在这里富凯大饭店底下的地层 处于软弱的这个土质 就是所谓的软角楼 也因此在加上富凯大饭店 其实屋龄也超过了40年以上 所以是属于老旧的建筑屋 在参数上可能会有一些 怕说之后还会有崩落等等问题 所以要格外小心 但是在花蓮縣以外 在花蓮縣地区 还有没有同样像是在软弱土层 所谓的软角楼的这些 可能没有在红丹或者是黄丹建筑物 那么建设处就说了 其实基本上还是要由民众通报为主 因为从外观上的话 很难看得出来到底有没有问题 所以还是要以民众自主通报为主 而现在可以看到了我旁边右手边的这些怪手 其实它的组装进度也来到最后的阶段 把这个长臂组装完成 大概高度会到达42米之后 在晚上八点的时候就来进行试拆的工作 那如果晚上能够试拆可以顺利的话 就直接来进行拆除 但原则上不会超过晚上十二点 而且也要看周遭住户的反应 如果说半天时空真的太吵的话 因为太暗或者是下雨 也会影响到司机的视线 所以可能会在晚上试拆之后 明天早上再来开始进行正式的拆除 而现场其实有四位司机 轮流来驾驶这一辆怪手 也是为了不要让司机太过劳累 那也可以保证了 在之后在两个礼拜内 把这个拆除工作给赶快给完成 那么以上是我们的最近情况 把实践镜头交给彭内主播 好另外也是最新连线来关系 花莲历经了403423地震之后 灾后重建之路遥遥无奇 更重创民众对于当地观光的一个信心 而花莲旅馆同业工会理事长张军涵 指出现在呢 在当地的旅宿住房率惨了 不怎么说呢 因为原本平日四成 假日七成 但降到现在居然剩下都不到一成了 光是四月饭店的这个营业损失 就超过了五亿元 如果再把这个复苏期 这个如果继续来延长到七月八月 损失可能甚至会高达二十亿元 所以他们现在喊话说希望政府救救他们 提供补助 能够提出找回旅客的振兴的一个政策 目前现场这新的情形又是如何 我们时间先交给记者骆志华 好的 主播各位观众 花莲在连续经历了403跟423地震之后 当地的观光也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 马上看他们最新说法 从403地震到现在为止 423地震发生了两次6.0级以上的地震 这两次地震对花莲的旅宿业伤害非常的大 我们从平日的住宿率四成 假日七成 降到现在一成以下 甚至非常多的旅宿业当天都是零间 那以初步来说 我们4月份到目前为止 饭店的营业损失就已经上开了一元 当然随着423地震的发生 我们认为这个复苏期还要更久 甚至会到7月8月份 那这个损失我们预估起码超过20亿元 有三点希望政府能够来协助 第一点是针对平日的营运补贴 那我们希望是由工会这边 能够向政府申请所谓的充电再出发 协助业者能够分担部分的人士 再者我们是希望振兴方案能够实际 让旅客能够回到花莲 不要沦为这个补助国旅 振兴国旅能够实际设计 让自由行团体的客人都能够实际回到花莲 那当然第三点 我们也希望这个未来能够修法 像这种自愿积极 想要进行耐政补强的饭店 都能够有实质的经费支援 我们原定 原本是按照原来的时间 做开源的准备 但是因为在23号的 两天的余政下 其实很多的外市墙 等于重新又做了脱落的一个现象 就等于这一块 我们要重新再来一次 好的我们可以听到当地的旅游业者 希望政府可以提出实际的振兴做法 让游客可以真正的回到花莲 那另外对于有 愿意加强结构的旅馆业者呢 也希望政府可以提供补助 那有海洋公园业者表示呢 他们原本已经计划要开源了 但是呢又碰到423的余政 所以呢这个计划也被延迟 以上现场最新主播 太阳星全校客废 一生俊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医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医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医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医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医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